好 今天是禮拜天 所以我想要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來跟大家聊聊天 其實頻道一直以來都有在做一些小小的規劃跟變化 但是因為我自己並不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人 所以每次大家可能看到這個規劃的時候 在物理抗花的狀態之下 我可能又做了一個大改變 像禮拜天其實我覺得比較希望以一個比較輕鬆的主題來去做一個不一樣的分享 或者未來也有想說要在頻道裡面 就是在禮拜幾到禮拜幾會做不一樣的主題規劃 這樣子也可以讓喜歡某些主題的觀眾 可能可以找到自己在禮拜幾的時候看到這個頻道 會有自己想要看到的影片 今天這支影片主要就是要來很輕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主要是因為有很多人應該大家都看過會拍跟酸民對話 或者跟王上一些霸凌者的對話 這個部分的影片其實還蠻多的 但是今天這支影片我想要來分享的就是 從拍片到現在以來 有哪一些留言 尤其是針對於遊戲這個部分的留言 有特別讓我所感動的 那在今天來分享給大家 在聊這話題之前其實還是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其實在過去的時候啦 是很少接觸到電玩的東西 長大之後真的是我覺得運氣好 所以誤打誤撞了 變成好像大家所看到一個遊戲頻道的這個創作者 那小時候呢其實我是非常羨慕別人的 就是常會看到有一些同學 會有一些新的卡架 新的主機 新的遊戲機 甚至呢在學校啊抽屜裡面偷玩gameball的時代 那個時代我都經歷過 但是我就會常常看著同學 哇 心裡真的是投影一種羨慕的眼光 當然在現在呢 可能我因為長大之後 步入了社會 開始有了一些經濟的基礎 所以呢可能在畫面中 有一些年紀可能比較輕一點的 看到我會變成很羨慕 像是旁邊可能會有一些遊戲啦 或者是家裡面那種 一點一點的 那種 真的是有一點離譜的遊戲數量啦 但是在小時候真的 我跟你現在一模一樣 我也好羨慕別人喔 為什麼可以買這麼多的遊戲機 這麼多的遊戲 非常羨慕大家 所以當我在長大之後呢 其實有一點誤打誤撞的狀況之下啦 拍了這些影片來分享 早期呢主題也是做的亂七八糟 不管是中午的咖哩飯 還是我想要買的樂高玩具 全部都把它拍在一起 當成我頻道裡面的主題 當然 因為當初呢 Switch剛出沒有多久 我記得2017年的3月的時候 推出Switch這台主機的 但是我是在5月的時候入手 6月的時候呢 開啟了這個頻道 並且放上第一支影片 這樣子的順序之下 也讓我一直不斷的誤打誤撞 因為當年的12月呢 Switch就正式進到台灣啦 有了台灣公司貨 廣告呢 也是真的是滿天飛的狀況之下 所以我的頻道就算是 呃 有一點點剛好運氣還不錯 因為我又做了一些Switch的遊戲 本身對他有趣嘛 而且那個時候我還沒有買PS4 所以我大部分的遊戲呢 在分享就是分享Switch的遊戲 一路上做下來 其實有點跌跌撞撞 畢竟我在早期呢 對於很多遊戲啊 是真的是那種空白大段的 完全沒有辦法銜接上啦 當我在看別人的直播 或者我在參考別人的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聽到 哇一些故事 一些脈絡 我在聽的時候 就有點像是在聽老高講故事一樣 但一些東西呢 怎麼可以這樣子拼湊 怎麼可以有這樣子的前因後果 聽起來呢 我都有一種 哇非常尊敬的感覺 真的是素然其境 所以呢 對我來說呢 很多人可能會看我的影片 有點受不太了 你在講遊戲 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但是其實我的頻道啊 一直從頭到現在啦 一直都是秉持著一個 我玩到什麼 我就希望可以分享些什麼 可以的話 就是我體驗到了 我再來講這樣子的東西 當然可能因為我玩遊戲的經驗 並不像在看影片的您 可能有大部分 我猜啦 80% 應該都是比我還要更有經驗的 我沒有辦法真的像你這麼厲害 我也必須要向這群朋友 先跟你們道歉一下 跟你說聲對不起 因為有很多朋友啊 其實他們有留言給我 我可以感受到 當他們看到我在講這款遊戲 可能錯誤擺出 或者是有一些重點沒有提到的時候 他們會跟我講 其實我真的有收到 而且也非常謝謝這些人 願意留言來告訴我 可能我就是沒有辦法達到 這樣子的期望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 嗯 這個羅卡到底是在玩些什麼樣的遊戲 那也會造成我的影片呢 會變成讓這一群 比較在意這款遊戲 比較熱愛這款遊戲的朋友 會覺得也許我有點不尊重這樣子的遊戲 那在這邊我真的要跟 跟這些朋友真的說一聲不好意思 對不起 那我還是真的很希望啦 每款遊戲呢 都可以從它的內容裡面 不管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切進去 它能夠帶給我一個快樂的話 我就覺得它是好遊戲 重來這個快樂是在我拆封當下 插進去剛玩到很驚訝很驚艷的狀態 重來只有這樣子 我都覺得它是一款好遊戲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它可能要附有什麼樣的功能 什麼樣的條件 什麼樣的劇情 才能辦法來達成自己的期待 可是我說啦 其實遊戲這種東西 你把它擺到每一個人的面前去 給每一個不同的玩家去挑戰它 每個人呢 給這款遊戲的分數 我相信都會不太一樣 也許大作來說 給它高分的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我相信也會有人討厭它 甚至每個人給分方式也都會不太一樣 因為呢 每個人所在意的點啊 就是都不一樣 再來呢就是我自己的頻道啊 其實在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開了一個副頻道 叫做 一壓油的頻道 這個頻道我其實有在想喔 到底要不要把它改成 類似羅卡日常或羅卡夫婦日常 這樣子的名字 因為呢 當初會想要用一壓油這樣子去命名 主要是因為小朋友 我的女兒 那個時候呢 看到一壓油一壓油這句話 已經變成她的口頭禪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哇 竟然是她的口頭禪 她拿來當一個頻道名稱 就是一個代表我初心的那種感受 也許是不錯的 但是這樣子的名字呢 不知道大家會覺得 嗯 好或不好 因為老婆曾經有跟我討論過 是不是要把一壓油改成 羅卡夫婦日常之類的 但這一點呢 我其實一直在評估 因為我覺得初心就是一壓油嘛 那夫婦日常對我們來講的話 也許真的就是我們的日常 而且可以更容易被大家給搜尋到 這個對我們來講 製作頻道的製作影片的人來講 絕對是一個好事 另外我的頻道呢 其實也隨著時間不斷的增長 慢慢的影片一直一直的增加 其實我們有Jeff一起在製作 甚至呢Jeff也有自己的 姐夫日常頻道 裡面常常也會放一些 像是澳洲的心得啦 或者是一些健身啦 遊戲的心得等等的 他也會放上各式的影片 甚至在我的頻道當中呢 也常常會客串 一起來拍一些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我們玩遊戲 或者我們在生活上面 遇到開心有趣的事情 最近可能大家還會看到一個新面孔 就是Gary 那Gary其實也是我們所認識的啦 所以呢在邀請他進來的時候啊 也是希望說這樣子的影片 可以帶給大家更有活力的感覺 欸 因為大家看到我一個人這樣一直在念 如果是我小時候啦 我真的覺得好像在看新聞的感覺 所以我可能看一看就會沒耐心會睡著 這個是我小時候的感受 不知道大家現在會不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我自己呢是希望說可以營造更多一點的 歡樂給大家 所以呢才會做了一些不太一樣的規劃 欸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講一個蠻重要的 因為呢這支影片最重要的主軸 被我帶來帶去也都還沒講到 主要呢就是要來講 其實我在從做頻道到現在呢 真的有非常多感動的留言喔 我真的有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因為其實一直在做頻道啦 尤其是初期喔 你不會有任何收入的狀況之下 你還必須要承擔非常非常大的 這個製作影片的這個 應該說是體力上的消耗啦 腦力上的消耗 不管你是兼差還是全職在做 你都必須得要花一點心思下去做 你在上後製的字幕 你在剪片的時候 不管怎麼講 你都得花上很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在初期甚至到現在 一直不斷支持我的留言 有一種就是呢 會推薦我玩好玩的遊戲 或者呢是在一款遊戲 我沒有看到它有趣的地方 卻會在留言當中 告訴我哪些地方 你應該可以去體驗看看 其實我真的非常感謝這些玩家 這些觀眾 因為像早期的雞蛋大作戰 我跟老婆大人呢 就是不認識這款遊戲 完全不認識它 對我們來說 Switch最有趣最好玩的遊戲 應該就是瑪利歐系列 因為我們對於它呢 嗯認識的最深 其他的遊戲 不管是薩爾達 或者是七蛋大作戰 甚至呢 像是任天堂大亂鬥 這樣子的遊戲 我們對於它來說 都是非常不熟的 所以在沒有這麼多的玩家推廣之下 其實講真的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 這麼幸運的可以接觸到這些遊戲 真的非常感謝這些玩家 因為一直以來 我知道你們都在我的旁邊 每次呢 常常會留言 而且會非常客氣的 也知道說 我是一個電玩比較新的新手 比較菜鳥的新手 所以呢 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都會希望有一個 比較像好朋友的感覺 在跟我分享你們的心得 分享你們的所見所聞 其實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就是一直不斷在支撐我的頻道 慢慢成長的一種養分 所以真的 在這邊要非常感謝這群朋友 感謝你們呢 每次留言給我 在推薦給我好玩的遊戲的時候 還會順便把一些連結啊 甚至把一些原因啊 告訴我們 甚至有些朋友啊 在那個遊戲 剛推出的第一天 或者是前兩天呢 就會馬上來私訊給我 或者是留言給我 我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真的非常感謝 最後就是要對於我自己 頻道的一個未來跟展望 其實呢 我一直不希望我的頻道 變成一個單純的遊戲頻道 從初期 我在做就會開很多3C啦 開很多不相干的玩具啦 或者是開一些吃的東西啦 甚至是惡搞的 戲劇的 嗯 可能拍的不好 我們都會去嘗試 去拍很多不一樣類型的影片 但是到後來啦 因為呢 我想要把這樣子的事業的 除了可以當事業來看待以外 還可以結合自己的興趣 所以就把這個遊戲的內容 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元素 整個頻道幾乎就快要變成 很像遊戲的頻道 雖然偶爾還是會推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但主軸呢 看起來就是真的在遊戲頻道 未來啦 其實我真的希望 就是這樣子的頻道呢 我還是會希望可以上播更多的歡樂 遊戲的部分呢 我也知道它不會斷掉 畢竟PS4結束之後 它會有PS5 Switch結束之後呢 不知道會不會有Switch Pro啦 可能會有下一代的主機也不一定 這種東西呢 應該是長長久久的 就算是手遊或者是PC Game等等的 他們未來也都會不斷發展 對咧 還有Xbox One 它未來也會有下一代的主機 當然如果說有好玩有有趣的地方呢 我也都有可能會再去 親自的嘗試看看 也有可能會變成下一個主機的 跟它的遊戲跟周邊的收藏者 也說不定 至於比較生活方面的東西呢 可能我就會拍一些很即興的 很生活的 甚至是老婆大人也會一起拍的影片 大部分會有比較多擺在EI O的頻道 這個頻道呢 如果說大家有比較喜歡看那種更生活的影片 也可以過去訂閱看看 因為在這邊呢 我們會放上很多 幾乎不太剪輯 更陽春 更生活化的影片 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好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差不多分享到這邊了 我想應該也聊了滿久才是 應該會不少片段會剪掉啦 喜歡我的頻道的記得訂閱一下 然後開啟一下那個小鈴鐺 還有我的IG 跟EI O的頻道 解副日常的頻道 如果有喜歡相關主題的 也可以訂閱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 掰掰